诶,大家好,我是Winnie,欢迎收看Winnie频道 蝙蝠侠是DC最受欢迎的英雄之一 他是没有任何超能力的英雄 他利用他的智慧,武术,策略,一一的把敌人给打倒 他也曾经在不同的威胁下设计了不同的装甲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哪些装甲 Cast Park装甲 这套装甲是以罗宾请名的 在集群故事,这套是蝙蝠侠专门预防危险病毒,毒素 并且提高行动和耐久性 此装甲的其他功能包括医疗扫描功能 并且可以采取组织样本进行测验 这可以被认为是最终的生物一线装甲 Glass装甲 设计为冷兽极端温度 如强烈的热气和寒冷 并足够提供氧气维持几个星期 反超人装甲 虽然不是什么先进的设备 但是能抗打超人绝对部落 这套装甲是在蝙蝠侠对超人里使用的装甲 蝙蝠翼装甲 第一套穿上的是非洲蝙蝠侠 大卫则围本 第二个是卢卡斯·布克斯 这是一套能飞 监控外界威胁和急救功能还可以隐形 蝙蝠人血清装甲 罗伯兰斯特 制造包含蝙蝠DNA的血清药物 出色后会变成半蝙蝠半人的状态 布鲁斯维恩变成了真正的蝙蝠侠 前行装甲 蝙蝠侠可是隐身高手 这是他以前从刺客联盟学到的技能 这套装甲可以提高感知 可以把使用者给以伪装 而且连超人也无法发现他的行踪 国王降临装甲 国王降临是一个短片 在2020年超级英雄全部退役 戈坦的保护者从蝙蝠家族换成了蝙蝠骑士 当然机器人不是万人的 蝙蝠家终究还是重回战场 最后一次帮助超人 未来蝙蝠侠装甲 主要描写在 炎蝙蝠侠不入世为恩劳后 新蝙蝠侠泰卫迈尽尼斯 接替老蝙蝠侠当上 未来高坦式的守护者 正义装甲 这套是正义联盟迷你看里 蝙蝠侠为了防止 布赖尼亚克 是想入侵而穿的 强力装甲 这是在新52蝙蝠侠与罗宾故事里 为了阻止重机子所穿的 除了飞行能力和超级力量以外 对这套装甲并没有很多描述 有一次蝙蝠侠用它阻止了 一个飞行中的磕蛋头 强力借装甲 蝙蝠侠只有短暂的时间 穿着力量戒指 成为了绿灯侠 他也带上过黑戒指 黄戒指 甚至是白戒指 给一套不同的能力和装甲 反正一联盟装甲 设计一个非常巨大的战斗机械 为了防止正义联盟叛变 它是为了击败正义联盟所有成员而设计的 局内人装甲 蝙蝠侠非常重视它的工作 它希望其他蝙蝠家族和它一样尽责 它制造了这套魔法超了能力的装甲来隐藏身份 为的是监视其他成员 第一蝙蝠侠装甲 是新52出现的一套蝙蝠装甲 战斗力十分强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套装甲虽然是普路斯维恩本能设计的 但并非由他制作 由于工业要求带过可可 所以装甲的各自部分的工业都是由正义人某其他成员完成的 你们喜欢哪一个蝙蝠家装甲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喜欢就按赞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观看